今天的午餐先来做一道粉蒸肉 带皮的五花肉切成薄片 盐质加上盐 白糖 鸡精 生抽 老抽上个色 这个是腐乳汁 放上葱姜水 用干净的手搅拌 让肉片吸出产料 产料吸进去之后再搅拌 把肉片搅至发黏 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盆里面没有汽水 而且肉片出浆 粘粘的就可以了 蒸肉粉我用的是超市买的 自己做也可以 我之前的粉蒸肉视频 有出过详细的做法 买的这个就两关钱一包 便宜 还节约时间 按照一斤肉100克米粉的 这个比例来添加 分多次加进去 觉得干的话再加点水 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盘子下面垫上红薯块 或者是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食材 铺上肉 放进高压锅中 大火上气 转小火 压25分钟就可以了 不用高压锅 普通的蒸锅要蒸上一个半小时以上 这个是我觉得最家常 最简单的做法了 我觉得也是最好吃的一种做法 第二道菜 小炒竹笋 还剩了一些五花肉 给它切成薄片 这个是袋装的竹笋 取出来给它清洗干净 锅中先炒香五花肉 把油炒出来 炒出来之后 放上拍碎的姜蒜 炒出香味 淋上料酒炒香 再加上一点生抽 炒出香味 放上青红辣椒 开大火翻炒 辣椒炒断生 再加入毒水翻炒 加上年老抽上个色 加上盐 白糖调味 也可以再加上一点鸡精 再次翻炒 把调料炒匀 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菜又香又脆 特别的下饭 接着来炒一道蒜泥线菜 这种绿线菜也非常的好吃 用猪油炒一炒 炒软了之后加上盐 调个味就可以了 最后再烧一个黄瓜蛋汤 黄瓜切成薄片 锅中烧水 加上盐 鸡精 少许的猪油 烧开了之后 下入黄瓜 等到水再次烧开 就淋上蛋液 这个是一个鸡蛋的量 出锅前再滴点香油 好了三菜一汤 1 1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